人到老年都期盼着能够过上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靠的幸福生活 这是人之常情 也是人的天性 换言之 老人需要与子女同住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 我们都了解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态浮躁 已无法安心 在这种情况下 老年人与子女之间隐形的代沟逐渐形成 正因存在这种情况 尽管许多老年人明白与子女同住的好处颇多 但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 更多的老年人选择与伴侣相伴 相互扶持度过晚年 然而 随着年龄增长 人们会面与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 简而言之 原本老两口相互照顾 共同应对养老的情景 但突然有一天 对方却离世了 留下另一半孤独一人 在这种情况下 该如何应对呢 是否会改变原先的计划 选择与子女同住养老呢 当你年迈孤独 是否考虑与子女同住养老 听听这三位老人的真实想法 第一位是七十岁的郭大爷 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沮丧 整日受制于他人的情绪 快乐的笑声 是精神健康的可靠标志 契赫夫 郭大爷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他只有一个儿子 因此自小他就娇生惯养这个儿子 心怀期待着在晚年依靠他 对于这个独生子 他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后来儿子渐渐长大 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然而 由于从小被过度宠爱 长大后 他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人 家中大小事物 都由儿媳说了算 儿子对此言听计从 尽管如此 郭大爷仍怀抱着幻想 毕竟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他不禁想 即使儿媳再怎么样 也不应该对自己出言不逊吧 然而 郭大爷在儿子家住了一个月后 才认识到理想虽美好 现实却是如此残酷 不知是儿媳故意 还是出于其他原因 他时常板着脸 甚至摔盘子等举动 而儿子却只是傻笑着旁观 这让郭大爷心里异常憋闷 他明白自己绝不能忍受这种屈辱 于是匆匆搬离了那里 郭大爷深感 老年人每日都受制于儿女的情绪之中 何等煎熬 这样的生活 怎能称之为幸福 况且 如果还要损害自己的尊严和原则 他宁愿舍弃这些 独自生活 也未必就不幸福 六十八岁的张奶奶 表面上是子女给予的养老 实则是她为子女养老 生命的真谛 不在于外界的变迁 而在于内心的历练 周庄 如今张奶奶已经年过花甲 拥有两个孩子 在处理子女之间的事物时 她一向平心静气 公平对待 不偏袒任何一方 努力让两个孩子都心满意足 毕竟 她心存希望 期待着在自己年老之时 能够依靠他们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 远赴他乡谋生立业 张奶奶感到欣慰不已 她看到孩子们出人头地 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 然而 几年后 女儿却坚持要张奶奶 到她家寄居 自称要为张奶奶安度晚年 让她享受天伦之乐 张奶奶心存感激 心满意足地应允了 女儿的邀请 然而 一到女儿家 张奶奶发现自己 依然忙于家务 她习惯了辛勤劳作 烹饪 洗衣 接送孩子 清扫卫生 所有的琐事 都由她包办 而女儿则视若无睹 从不过问 仅仅三个月过后 张奶奶找了个借口 匆匆回到了自己的家 外人 外人或许误以为 他们在女儿家享受晚年生活 但实际上 更多时候 是他们在承担对儿女的照料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独自在家 反而更自在 张奶奶认为 年老的人应该享受子女的照顾 但如果他们老了却 无法享受到子女的关怀 反而还要为子女服务 那不如独自一人生活 更为自在 何必将自己束缚在 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中 73岁的孙爷爷 感到自己就像是寄人篱下 生活过得十分压抑 内心的快乐源自于 过着独立 正常和和谐的生活 如罗曼 罗兰所言 孙爷爷现年73岁 一生平凡 辛勤养育三个孩子 他们都读大学后 留在外地 而孙爷爷仍独自居住 在自己的破旧房子里 后来老二坚持让他跟着 称想让他享受几天的舒适生活 孙爷爷原本不愿 觉得自己生活得很不错 虽然不富裕 但喝着淡茶 吃着素饭也自在 最终 在老二的游说下 他去了老二家 抵达后 孙爷爷感到格外拘谨 处处不自在 仿佛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他平日习惯在家午睡 但此时却不变如此 因为家人仍在忙碌 尤其是晚年 他频繁起夜上厕所 每次都需小心翼翼 如同行窃般 在老二家逗留了四个多月 孙爷爷实在无法忍受 不顾劝说 坚决返回自己的家 他直言 儿女是否孝顺 并不重要 老年人在子女家中 常感心境压抑 与其如此 不如独自一人自由自在 何必自寻烦恼呢 只要心境愉悦 老年人无论身处何地 都能感到幸福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老年人的思想也应与时俱进 即使儿女不愿意照顾我们 作为老人 我们也要坚守信念 自己靠自己最可靠 这是永恒的真理 与儿女在一起可能有好处 但往往也伴随着不利因素 同时可能存在代沟 因此 与其如此 不如与儿女分开居住 因为距离能够美化关系 美丽属于自信的人 从容属于有准备的人 奇迹属于坚持不懈的人 成功属于顽强的人 一鸣 因此 当你老去独自一人时 最好不要与儿女同住 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 过老年生活 只要自己过得幸福快乐 比什么都重要 故事 58岁大妈开车去给孙子过生日 吃了闭门羹 才知道 自己就不该来 讲述人 58岁的刘大妈 我姓刘 今年58岁 退休八年 如今每月有三千多的退休工资 另外还在打工挣钱 只为给单身的自己多挣些养老钱 离婚后 独自带大儿子 供他读完研究生 拿出所有积蓄给儿子结婚 然而 在儿子家有了孩子后 我想着多给自己挣些养老钱 就没有去帮忙带娃 我一直认为 孙子即便不是我带大的 血缘关系也跟我亲 但我真的想错了 也做错了 现在我是挣了一笔养老钱 但也同时失去了儿子和孙子 孙子的生日那天 我准备了一万块钱的红包 买了孙子最爱吃的蛋糕 开车三个多小时 敲了儿子家半天 也没人给我打开门 打电话才知道 儿子儿媳开车带着亲家夫妻 以及孙子出去游玩了 他们正在外地给孙子过生日 看到儿子发过来的视频 我的心很失落 觉得自己就不该来 儿子家给孙子过日子 他们早就习惯了 跟亲家夫妻之间的感情了 没有付出也就没有享受 我只能开车回去 离婚后 单身女人带娃的艰难 我家儿子独初一的时候 我和前夫离婚 当时觉得对儿子没啥影响 现在看来还是影响很大 当时是我不好 做了对不起前夫的事情 但我没有想到前夫会不原谅我 宁愿不要儿子也要离婚 离婚后 曾经对我信誓旦旦的男人 早就跑得没有踪影了 我只能一个人挣钱养大儿子 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环境 只能依靠死工资生活 若是现在这个年月 估计我会做很多的副业 相信自己一定能给儿子 更好的生活 然而 那时的我 只能节衣缩食 把钱省下来 供儿子读书 儿子研究生毕业 我拿出所有积蓄给儿子结婚 离婚后 我也见过几个不错的对象 可对方知道 我带的是儿子的时候 就没有了下文 也许 谁都不想为别人养孩子吧 就这样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 我也就失去了 在找对象的心情 只有挣钱 这个执念了 为了挣钱 我做过直销 后来做了微商 还给别人做过终点工 钱倒是挣了一点 但我却没有再遇到 合适的对象 只能一个人独居生活 儿子研究生 毕业参加工作一年后 我和蔚来亲家相见 商谈了儿子的婚事 婚房的首付我出 婚礼的酒席我办 彩礼给六万六 三斤给一万一 儿子结婚的时候 前夫也给了二十万的资助 只是这钱 前夫直接转到儿子账户里 她也没有出席儿子的婚礼 当时她在国外出工 办完儿子的婚礼 我又成为了没有积蓄的女人 而且 我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 所以 我要提前给自己 寻个挣钱的工作 还要为自己的晚年 再挣一笔养老钱 儿媳生下孙子 我自私地觉得 亲家母也退休了 她可以带娃 我要为自己的晚年 挣养老钱 退休后 我在社区 给三个有钱人家 做终点工 每月挣得比我的 退休工资高很多 所以 在儿媳生下孙子的时候 我找了很多的借口 没有去帮忙带娃 其实 我是有自己私心的 我觉得 那时 亲家母也退休了 她完全可以去给自己的女儿 带娃 而我是个单身女人 必须为自己的未来 多做些打算 亲家母不用跟我一样 退休还继续挣钱 因为亲家公挣钱不少 他们就儿媳一个女儿 他们多付出些 将来我儿子 会给他们养老的 可我就不一样了 儿子虽然不曾 对我说过一句重话 但他却知道 我和前夫 离婚的原因 从不跟我说起这件事 甚至离开我的身边 对于儿子 是件快乐的事情 也是从我婉拒 去儿子家带娃开始 儿子离我就更远了 甚至有两年 都不曾回来 陪我过年 儿子说 亲家夫妻 为他们不仅付出了时间 体力 还经常贴补 他们的生活 甚至 亲家公退休后 用自己的公积金和 企业年金 帮儿子 他们还清了房贷 也许 儿子因为这些 跟亲家夫妻 更加亲近了 对我这个单身母亲 更加没有感情了 我们之间的母子关系 越来越大 七年后 我想起给孙子过日子 却成为了多余的 我退休后 也曾再找过老伴 跟别人搭伙了三次 每次都是 我提出散伙 因为我发现 女人到了我这个岁数 在找老伴 很难找到真心对待的人 大多数都是 只想自己获得啥好处 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越来越想跟儿子 在一起了 想念孙子跟我的关系 所以 我早早地把孙子的生日 备注好了 我想给儿子 他们一个惊喜 然而 我还是想多了 他们现在根本不需 我这个奶奶 因为我不曾真正地 关心过儿子 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只想自己的未来 只想给自己 多挣些养老钱 如今 我想念亲情了 可亲情却离我 越来越远 而且 我发现 我若出现在儿子家 一定是多余的 不曾付出 何来收获呢 也许 这就是带娃 与不带娃的区别吧 我翻看亲家母的朋友圈 满屏都是幸福感 63年出生的我 不服不行 身体上发生了很多变化 你们是否一样 我是1963年4月份出生的 公兔 今年虚岁62岁 一晃就老了 不知道能有多少同龄 或者相差不大了 老伙计能刷到我 到了这个岁数 突然就明白了 我们都这把年纪了 往后余生 我们要及时行乐 只要咱们不给人生留有遗憾就好 都说人啊 过了六十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大部分人到了这个年纪 父母已走 儿女也大了 成家立业的 能独立的 似乎 这个年龄 到了我们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了 看着自己那张不再年轻的脸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 那些年轻时轻松应对的日子 如今似乎都披上了一层 不易察觉的挑战 突然意识到 身体正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 这些变化虽无声 却无处不在地提醒我 时光不饶人 而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自然规律 有感而发 今天突然就想把这些写出来 不知道与我相差不多的你们 是否也一样 一 视力已出现问题 看东西变得模糊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发现自己在阅读书籍或查看手机时 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让我意识到 老花眼已经悄悄地找上了我 我开始注意到 即使是在充足的光线下 那些曾经清晰的文字和图像 现在也变得模糊不清 需要我不断地调整距离和角度 才能勉强辨认 我记得有一次 我试图在厨房准备晚餐 却因为看不清楚食谱上的字迹 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将书拿远 眯着眼镜使劲看 那一刻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我曾是那个能够快速浏览食谱 轻松准备出一桌美食的人 但现在 我发现自己需要借助放大镜 或者将字体放大到 几乎占据了整个屏幕 才能勉强阅读 不仅如此 老花眼还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 在药店挑选药品时 我需要请店员帮忙阅读那些细小的说明文字 在银行办理业务时 我不得不请求工作人员 重复那些我无法一眼看清的数字 甚至在与朋友和家人的聚会中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 他们来帮助我识别远处的面孔 或阅读菜单 我开始意识到 老花眼不仅仅是一个视力问题 它还影响了我的自信心和独立性 我开始寻求解决方案 比如购买老花眼镜 尝试阅读应用程序中的大字体选项 甚至考虑进行激光眼科手术 这些努力虽然不能完全恢复我年轻时的势力 但至少让我在面对老花眼的挑战时 能够保持一定的乐观和积极 二、牙齿变得脆弱 疼起来吃啥都不香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开始逐渐感受到牙齿老化带来的影响 它是老年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曾经 我拥有一口坚固的牙齿 能够轻松咀嚼各种食物 无论是硬质的坚果还是粘性的食物 都能游刃有余地应对 然而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我发现自己开始频繁地遭遇牙齿问题 牙齿变得敏感脆弱 时不时地给我带来疼痛和不便 有一次 我在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时 咬到了一颗硬质的豆子 突然间 一阵剧烈的疼痛从牙齿传遍了整个头部 让我不得不立刻停止进食 甚至需要服用止痛药来缓解不适 此外 牙齿的敏感性也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困扰 即使是喝冷饮或热饮 牙齿也会产生不适感 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我开始避免那些可能引起牙齿不适的食物和饮料 这无疑限制了我的饮食选择 也影响了我享受美食的乐趣 我还注意到牙齿的磨损和牙龈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 牙齿出血和牙齿表面不再光滑 这些都是我过去不曾注意到的细节 我开始更加重视口腔卫生 定期去看牙医 进行牙齿的清洁和检查 希望能够减缓牙齿老化的速度 三、免疫系统变弱 感冒发烧变得频繁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免疫系统 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强大 曾经我很少感冒发烧 即便是在流感季节 我也能安然无恙 但现在我发现 自己变得特别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 记得有一次 我参加了一个社区的庆祝活动 那天尽管天气转凉 但气氛热烈 大家都沉浸在欢声笑语中 我也没有过多考虑天气变化 只是尽情享受了这次聚会 然而第二天 我就感到喉咙痛和轻微的发热 感冒的症状开始显现 我不得不推迟了与朋友的聚会 花了几天时间在家中休息和恢复 另一次 我和家人一起去了一次长途旅行 在旅行中 我不小心淋了一场雨 虽然当时并未感到不适 但回到家后不久 我就出现了明显的感冒症状 包括咳嗽和发烧 这次感冒 让我不得不在床上休息了好几天 也错过了一些原定的家庭聚会 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的免疫系统确实变得更加脆弱 我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 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强免疫力 比如我开始定期服用维生素C和D 以补充营养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我也开始尝试一些温和的运动 如瑜伽和太极 这些运动不仅能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性 还能帮助我放松心情 减轻压力 四 睡眠时间变少 经常半夜醒来 随着退休生活的开始 我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 需要长时间的睡眠 曾经 我习惯于每晚至少睡上七到八个小时 但现在 我似乎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休息时间 有时候 我会在深夜醒来 然后辗转反侧 难以再次入睡 记得有一次 我半夜醒来 听到外面的雨声 便再也无法入睡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 雨滴轻轻地敲打着窗户 发出柔和而有节奏的声音 这本应是一个让人放松入眠的夜晚 但我却躺在床上 思绪万千 无法再次入睡 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来放松自己 包括深呼吸 冥想 甚至是阅读 但似乎都无济于事 这种情况 不仅影响了我夜间的休息 也对我的白天精神状态产生了影响 我发现 自己有时候在午后会感到困倦 需要小气片刻才能恢复精力 这让我意识到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的睡眠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五 听力下降 感觉没以前听得清晰了 听力下降 是许多人随着年龄增长 可能会经历的一个自然现象 最近 我开始注意到 自己在听力上的变化 这让我意识到 我的耳朵 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敏锐了 与家人或朋友交谈时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需要 他们重复说话内容 有时候 即便是在安静的环境下 我也要非常专注地聆听 才能完全理解对方的话 而在餐馆或聚会这样嘈杂的环境中 我更是难以听清对话 这让我感到有些尴尬和孤立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全家一起去看电影 电影的声音效果非常震撼 但我却觉得对话部分听起来有些模糊 我不得不依靠字幕来跟上剧情 这让我意识到 我的听力可能真的不如以前了 还有一次 我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去咖啡馆聚会 咖啡馆里人声鼎沸 音乐声也很大 我发现自己很难跟上朋友们的谈话 他们不得不提高音量或者重复他们的话 我才能勉强听清 这让我感到有些沮丧 因为我并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 六 关节不及以前灵活 有时会疼痛 我发现我的关节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 经常出现疼痛 尤其是在早晨起床 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后 这种疼痛虽然可以忍受 但它提醒我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经历着岁月的洗礼 记得有一次 我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天的户外活动 那天我走了很多路 也参与了一些运动 到了晚上 当我回到家中 我感到膝盖和脚踝的关节非常疼痛 我不得不用冰肤和热肤交替来缓解疼痛 并且需要服用一些止痛药才能入睡 另一次 我在整理家中的书架时 需要频繁地蹲下和站起 几个小时后 我的膝盖开始感到疼痛 而且这种疼痛持续了好几天 这让我意识到 即使是一些日常活动 也可能给我的关节带来负担 一个家庭总是 富不起来 就看看庄子的三条鱼 家庭是心灵的寄托 家庭是生活的城堡 说起家庭的好处 我们可以例举出很多 可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 还会有好处吗 我们还会发现 越是穷困的家庭 越是争吵不休 家人也互相算计 不得不说 家庭的大部分好处 都是建立在经济状况良好的基础之上 如何让家庭富起来 这是每一个家人的必修课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庄子 在文章中写了很多的预言故事 其中有三条鱼 可以给我们修身至家的启发 一 水沟里的鱼 平台太小 发展不了大事业 有一条大鱼 游到了一条小水沟里 本以为水沟的另一头 有泉眼 也有大水塘 但是大鱼发现 水沟越往上越小 甚至连吊头都行不通了 大鱼非常困乏 却无能为力 庄子 耕桑处里说 浮寻常之沟 据于无所还其体 而泥丘为之质 是的 水沟是泥丘和小虾米的天堂 大鱼就去不了 一个家庭 若是在狭隘的空间里 是赚不到大钱的 投资越大 失败的可能性越大 毕竟空间就那么大 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会饱和 我的表书 学了木工手艺 大半生都在农村 帮人盖房子 修理水桶 做门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表书一天的工钱 十块钱左右 一晃就过了多年 表书仍旧没有富起来 一方面是农村人少了 盖房子 也不太需要木匠了 一方面是表书常常是干一天 休息好几天 反倒是表书的儿子 离开农村 去城里帮人做家具 后来又去了佛山的大型家具城 慢慢就富起来了 还在佛山 还在佛山买房定居 同样的技术 但是到了不同的平台 效益就大不一样 花盆里 养不出大树 只能养花花草草 水缸里 只能有小金鱼 不能有大鲤鱼 类似的道理 在我们生活中常常有 花一点时间 去寻找更大的平台 才能海阔平渔月 天高任鸟飞 二 马路上的鱼 扇形太少 得不到众人的帮助 有一段时间 庄子家缺少粮食 就去找妇人兼和侯借粮食 奸河侯说 别急 等过几个月 我收租了 给你三百斤 庄子没有直接反驳 只是讲了一个故事 一条鱼在马路上 奄奄一息 希望路人帮一把 路人说 别急 他要去西江 找大量的水 救活你 鱼失望了 说 等你找来水的时候 就赶鱼店找我吧 是的 本来有一点点水 鱼就能活下去 或者把鱼放到水塘就行了 耗时一分钟 可是路人却故意捉弄 忽视 庄子说的路人 和尖河侯 没有什么两样 后来 人们把尖河侯评选为 吝啬鬼 自古以来 有这样的道理 救急不救穷 周一中也说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一家人 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 还谈什么致富呢 也许家人都和睦 也能携手办事 但是没有外人的帮助 不依靠社会 要发展什么事业 无疑是困难重重的 家庭就是这样 不愿意做善事 那就会被认为 习惯做恶事 在台湾 有一个叫秦荣华的人 家庭贫寒 早年做过清洁工 也摆地摊 三十岁的时候 他想去创业 但是路费都没有 朋友借给他一百万 他带着钱 去了宁波 创建了一家集团公司 并且慢慢积累财富 到了十几个亿 后来 他不仅回报了朋友 还在家乡投资教育事业 养老事业 让更多的人得到恩惠 你帮我来 我帮你 彼此推动 赚钱总是容易一些 再说了 一个家庭有了钱 还要懂得 厚得载物 有舍有得 德性越大 能够留住的钱财就越多 记住古人的一句话 道德传家 时代以上 耕读传家次之 诗书传家又次之 富贵传家 不过三代 三 深水里的鱼 总是显摆 藏不住大的财富 庄子在奇物论里说 人们看到利基 认为是美女 想要靠近去看看 但是鱼见到他 却迅速藏到了水底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鱼不喜欢美女吗 庄子说 鱼不可脱鱼渊 国之利器 不可以试人 鱼不深藏自己 就很容易被人捞走 治理国家的利器 不能随意展示给人看 否则会失效 作为家庭 若是大家有点点财富 就显摆 就要很多人凑近来看 这无疑是败家的开始 为了面子去买很多东西 因为显摆被人算计 被贼惦记 真正富有的家庭 反而懂得 闷声发大财的道理 把财富藏起来 一是持续过简朴的日子 不助长奢靡之风 二是和外人平静地打交道 不高高在上 避免被人嫉妒和算计 晚清明臣曾国藩 在家书中说 人败皆因懒 事败皆因傲 家败皆因奢 骄傲 傲慢 奢华 只会让家庭入不敷出 也会让家庭的致富密集 被人窥探 大家都深藏 日子简简单单 财富年年有余 赚钱稳稳妥妥 四 我们常常说 家和万事兴 道理没有错 但是你想过没有 一家人和睦了 要去做点什么 如何做 去什么地方做 携起手来 去更高更大的平台 去积德积福 去过简朴的生活 低调地寻找财源 家庭就不怕富不起来 有一位作家说 金钱是个好兵士 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家人一起 好好赚钱 贵人贵己 家会变成更温馨的港湾 城府很深的人 不是沉默寡言 而是善用 阳谋 俗话说 沉默是精 开口是银 但现实和我们说的 不太一样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要准备做某件事 但是没有一个人 开口说话 你开口我 我看着你 事情大概率是办不成的 学会沟通 真的很重要 只要把握的言语的尺度 让对方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要不了多久 事情就做成了 并且自己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 纵观历史 就会发现 城府很深的人 不是沉默寡言 而是善用 阳谋 阳谋 是把 深藏不露 用到了极致 古人云 小隐隐于也 大隐隐于世 在嬉闹的地方 都能够隐藏自己 不让人发现自己的锋芒 这是了不起的智慧 同样 在人多嘴杂的时候 敢于开口 并且不让大家发现 自己的终极目标 人的城府 就体现出来了 北宋时 范仲淹主政杭州 遇到了大规模的饥荒 当地的商人 把粮食囤积起来 并且抬高价格 平时六十文能买一斗米 到了此时 需要一百二十文 没有饭吃的人 越来越多 靠官府去救济 粮库很快就会见底 会引发更大的恐慌 如何才能让粮食流通起来 并且让普通人 都能买得起米呢 范仲淹有了计谋 他让收下的人 按照一百六十文一斗的价格 把米买下来 富商们因此获利很多 开心极了 外地的商人 听说杭州的米价 到了天价 都送米过来 希望捞一笔 顿时 商船载着大量的米 挤在了杭州的各大码头 范仲淹见状 马上停止收购米 商人们的米 都到了码头 又没有官府收购 不得不 大甩卖 本地的商人 见米价下跌了 也只能调低价格 只是几个月功夫 米价就正常了 老百姓也吃上了饭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 各地的诸侯很多 地盘很大 对朝廷形成了虎视眈眈的局面 如何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 又让诸侯们乐意呢 他亮出了推恩令 以前的各诸侯所管辖的区域 只由其长子继承 改为其长子 次子 三子共同继承 诸侯们觉得 这是好事啊 家里的儿子 都能享受到黄恩 都有机会把家业做大 接着 汉武帝推出制度 把很小的诸侯国 归属于地方的郡 后来 人们发现 黄恩浩大 恩则万物 其恩典被很多的子孙分配了 恩典就变成了一粒尘埃那么小 顺理成章 诸侯对朝廷的威胁 就不见踪影了 当人们发现某件事的结局的时候 看到某个人的计谋之后 已经无力回天了 这样的 隐藏 早就说出来了 只是没有人看透 人人都盯着事情的表面 理解了言语里的好处 却没有想到深处 这就是阳谋的根本 善用阳谋 是一种大智慧 鬼谷子说 圣人谋之于阴 故曰神 成之于阳 故曰明 所谓主是日成者 积得也 而民安之 不知其所已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不管阴谋 还是阳谋 其根本是尊重道德 为了大家的利益 而不是做一些 唯利是图的事情 把古人的智慧 用到今天 仍旧很管用 能够让你悄然成功 其一 学会旁观 做局面的掌控者 万事万物 都有自己发展的规律 你是规律的掌握者 那么你就是事情的主角 看别人的言行 判断别人需要什么 看社会的发展 判断社会发展趋势 看自己的本事 配得上自己的计谋 言之推说 有时旁观 带其入地 有见识的旁观 就能发现别人的漏洞 也就是自己的着力点 其二 深度思考 超越普通人的认知 别人想不到的事情 你想到了 那么你就能领先于人 并且能掌握节奏 你的从容 来源于你的认知层次 草传借鉴 李 诸葛亮算到了天气 也算到了曹操 对事情很谨慎的做法 还知道周瑜对自己的嫉妒 若是诸葛亮和周瑜吵起来 那么孙刘联盟 就有了内耗 诸葛亮从曹操这一方 找了无数的鉴 这是对外求发展 也是天赐良机 比别人多读书 你的认知会提升 和别人读一样的书 但是你思考更多 能找到更多有用的方法 把生活当书 你无时无刻都在学习 你的层次高一些 那么低层次的人 就是你使用羊毛的对象 你的计谋 别人不那么容易看穿 其三 学会沟通 让大家达成共识 要使用羊毛 不能藏着掖着 而是要积极亮出自己的态度 让人按照你的想法去行动 管理学大师曾世强说过 沟通以不明言为基础 做到点到为止 让人有憧憬 并且朝着某个方向出发 而他选择的方向 恰好是你的想要的 范仲淹高价买米 就是让本地商家得到好处 并且误以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让外地的商家冲着利益而来 商人们达成共识 却没有想到恶性竞争 也没有弄清楚 范仲淹的下一步打算 有大智慧的人 谋局 聪明的人 谋士 耍聪明的人 谋利 古人云 是有芝兰气味轻 胸有城府天地宽 千万不要理解错了 城府是一己私利 是不动声色 真正的城府 就是放宽自己的心 容下天地 运筹帷幄 人在社会上 人人都想混出名堂 没有一点计谋 怎么行得通呢 站在高处 想着远方 收放自如 就对了 一个家庭 出现这几个信号 说明福气开始了 一个家庭 想要兴旺起来 其实都是 靠着家庭成员的努力 才能一起过上好日子 家庭中的老人名是礼 便是非 善良宽容 会给孩子带来好的 家风 家庭中的孩子 勤奋勇敢 积极上进 可以依靠自己 不需要靠别人 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那么家庭 也会跟着好起来 家人之间和睦相处 关系友好 那么父母老了 能够享受到子女的孝顺 子女心中有父母 家庭就幸福快乐 一个家庭的福气 都是自己修来的 所以 一个家庭 如果出现以下这几个信号 说明福气开始了 一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和好了 家庭就幸福起来了 一个家庭 如果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不好 那么一家人不同心 自然是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 只要家庭关系和睦 才能成就个人幸福 也才能让这个家庭越来越好 烟火人家中的孟明伟 和丈夫的关系不好 跟女儿的关系也不好 总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操心这个 操心那个 却也没有人领情 情绪就找不到出口 家庭矛盾不断 后来孟明伟跟丈夫离婚了 跟女儿和好了 自己跟女儿住在一起 幸福就开始了 孟家中有三姐妹 孟明伟是大姐 付出很多 两个妹妹也记在心里 看在眼里 直到她离婚之后 妈妈给她买了大房子 两个妹妹也不争 都同意妈妈的做法 三姐妹和睦相处 相互扶持 所以孟明伟的晚年 就很有福气 也好命起来了 二 家人珍惜缘分 支持孩子的姻缘 真情就来了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你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你命中该出现的人 他一定会教诲你一些什么 缘分是天赐的福气 妙不可言 缘分的到来 是一个人的运气 也是一个家庭的福气 懂得珍惜的人 才能享受福气 成欢记中 麦家因为奶奶 而结缘了奶奶的孙子 姚志明 麦家的女儿 跟奶奶的孙子 不打不相识 从相遇到相识到相知相爱 都是一场缘分的指引 奶奶去世之后 麦家继承了奶奶一部分的遗产 孙子姚志明也是 成欢和姚志明 经过了很多事情 终于走到了一起 从而亲上加亲 成欢和姚志明结婚 成欢一家住进了奶奶 留下来的老洋房中 相亲相爱一家人 真的是很幸福 而且成欢和姚志明 都很努力工作 让这个家越来越好 这就是福气的开始 成欢记中的麦家 本跟老奶奶没有什么联系 后来老奶奶 嫁给了麦成欢的爷爷 因此有了关系 麦成欢从小到大 都对奶奶很好 奶奶也很喜欢这个孙女 麦成欢的妈妈 有时候也会过来看望奶奶 因此他们一家人 在奶奶去世之后 也得到了奶奶的眷顾 把酒店的管理给了成欢 让成欢当老板了 还把自己的珠宝首饰 留给了成欢的妈妈 而对于奶奶的儿子 一点也得不到 因为奶奶的儿子 根本就没有回来看过他 消失了几十年 人心都是肉做的 有温度的 只有善良的人 才会得到善报 一个家庭中 出现这样一种信号 突然得到了善报 那么就是福气的开始 我们也要明白 凡是太刻意 会适得其反 只有发自内心的善意 才能真正感动人心 老天愿意度的 都是有缘人 只有做好自己 善良勇敢 积极努力 给自己积福 也是给家庭存下福气 总之 一个家庭 如果出现以上这几个急诏 说明老天正在赐福 丈夫夜夜求欢 妻子苦不堪言 便涉局灌罪保姆 结局让人无奈 三十岁出头的赵小婷 在外地当保姆 因为干活利索 深得雇主 夫妻俩的认可 她本以为这份工作 能做得长久 谁知雇主的丈夫 却趁家里没人 强奸了她 赵小婷 有丈夫和孩子 她不知道该怎么和丈夫说 谁知丈夫做了一件事 让她十分意外 赵小婷 之所以被雇主的丈夫强奸 还要从雇主蔡霞说起 蔡霞和丈夫张明 是亲戚介绍认识的 两人结婚后 生活幸福 虽然在外人眼里 张明没有稳定的工作 有活的时候就出门上班 没活的时候就在家看电视 或者和朋友喝酒 吹牛 但是蔡霞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她白天出门上班 晚上回到家料理家务 孩子出生后 她不仅要上班 做家务 回到家还要带孩子 虽然每天都很忙 但是蔡霞觉得这就是生活 忙碌又充实 如今蔡霞和丈夫已经步入中年 儿子也到了成家的年龄 蔡霞觉得生活越来越有笨头 可是有一件事 却让蔡霞烦恼不已 原来 张明虽然人到中年 但是精力旺盛 几乎每天都要和蔡霞过夫妻生活 蔡霞白天忙工作 下了班又要做家务 累得筋疲力尽 晚上洗漱好 她只想早点休息 压根没心情和张明做别的事 前几年她得了子宫肌瘤 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对夫妻生活更是失去兴致 为了躲过这件事 蔡霞故意每天忙到晚上 十一点多才睡觉 张明想和她亲热时 她就借口太累了推脱 但是这样的借口说多了 张明心里很不满 这天 蔡霞又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休息 蔡霞以为张明睡着了 可是她刚躺下 张明就责备她怎么 每天忙到这么晚才休息 她等得花都谢了 蔡霞说她太累了 张明气愤地说 你什么意思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 张明说完 气愤地背过身去 不肯理会蔡霞 不一会儿 蔡霞听到张明的呼噜声 心里既庆幸自己躲过一劫 又有些自责 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 才会让张明受委屈 蔡霞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不过很快发生了一件事 让蔡霞心里输了一口气 当时蔡霞的儿子准备结婚 两方家长已经见过面 确定了结婚的事宜 蔡霞既要上班 又要给儿子筹办婚事 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晚上还要过夫妻生活 她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就和张明商量 能不能请一个终点工 来家里打扫卫生 这样既能省去做家务的时间 她也不用这么累 这个家的生活开支 主要由蔡霞支撑 张明不出钱 自然没什么意见 蔡霞得到张明的同意后 就开始寻找合适的终点工 当时赵小婷和丈夫 都在蔡霞所在的城市打拼 丈夫找了一份工作 赵小婷就做终点工 夫妻俩一起赚钱养家 虽然常年劳作很辛苦 但是夫妻俩觉得日子很有笨头 赵小婷三十岁出头 长得浓眉大眼 模样清秀 当时找工作不容易 所以赵小婷很珍惜这次机会 打扫家务又快又干净 蔡霞和张明对她很满意 不过蔡霞每天忙工作 家里只有张明和赵小婷 张明觉得赵小婷年轻漂亮 就动了歪心思 这天赵小婷正在厨房刷碗 突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 她以为张明进厨房拿东西 就没在意 谁知张明突然搂住她的腰 她当时太过紧张 直接正住了 张明看到她的反应 很快就松开手 并笑着说 别紧张 我跟你闹着玩的 这件事除了张明和赵小婷 没人知道 赵小婷本来想辞职 可是工作难找 而且张明并没有真的对她怎么样 所以她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不辞职 其实赵小婷也曾想过把这件事告诉丈夫 可是她担心丈夫嫌弃她 甚至说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肯定是她不检点 才会遇到这样的事 所以她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一个人隐忍 赵小婷和张明都默契地当作这件事没有发生 过了几天 张明想和蔡霞过夫妻生活 蔡霞又借口太累 准备早点休息 张明气不打一处来 她吼道 你要是再这样拒绝我 我就找终点工赵小婷 蔡霞愣住了 她拒绝张明 和赵小婷有什么关系 蔡霞追问张明 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赵小婷比张明小十几岁 长得也漂亮 怎么会同意和她在一起呢 蔡霞焦急地嘱咐张明 做事有分寸些 他们和赵小婷还不算熟悉 可别真的惹出什么事来 张明以为蔡霞会吃醋 谁知蔡霞并没有生气 反而很好奇她和赵小婷 是否真的在一起了 还关心她的安危 张明得意地告诉蔡霞 她曾试探过赵小婷 虽然没有得逞 不过她并没有反抗 说明她还有机会 蔡霞听到张明这么说 心里有些庆幸 这段时间 她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 赵小婷是外地人 又是家里的终点工 如果小婷真的同意和张明在一起 外人也不会说什么 她也能从丈夫给的压力中解脱 一举两得呀 可过了一段时间 蔡霞却发现 张明和赵小婷的关系 没有任何进展 她很着急 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促成他们在一起 这天中午 蔡霞特地回家吃饭 赵小婷做好饭后 蔡霞就热情地招呼 赵小婷和她一起吃 盛情难却 赵小婷只能答应 吃完饭后 赵小婷有些头晕 蔡霞急忙说 你要是头晕 就去我的卧室休息一会 碗筷先放在那 不着急收拾 赵小婷确实头晕 她见蔡霞这么热情 就去卧室躺了一会 蔡霞见赵小婷毫无防备 就借口出门交电费 将卧室门关上后 对坐在客厅的张明 使了一个眼色 张明心领神会 立刻点点头 蔡霞出门时 特地将自家院子的大门 锁上才离开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蔡霞觉得张明应该得逞了 才慢悠悠地走回家 可是她刚进家门口 就看到大门已经打开了 张明坐在客厅 悠闲地喝茶 蔡霞急忙问她 事情办得怎么样 大门怎么打开了 赵小婷什么时候走的 张明说 赵小婷反抗了 不过反抗无效 事后 赵小婷就不停地哭 她只好安慰她 只要赵小婷愿意 可以一辈子在这个家工作 她和蔡霞也会像一家人 一样对她 她说了很多好话 赵小婷才不哭 张明见她擦干了眼泪 这才开门让她走 可蔡霞觉得赵小婷反抗了 这件事就不是你请我愿 如果赵小婷报警 张明可是要坐牢的 张明让蔡霞不要害怕 是赵小婷主动去她的卧室 又不是她拽着她过去的 这不是你请我愿吗 再说了 只要她不承认 赵小婷就算报警 也不能坐视她的罪行 张明觉得赵小婷胆小怕事 不敢报警 不过她忘了 赵小婷的丈夫 可不是欺软怕硬的人 赵小婷回到家后 丈夫很快看出异常 在她的追问下 赵小婷才将事情的经过说出来 其实张明第一次欺负她时 她就想告诉丈夫 可是她担心丈夫不理解她 所以没说 如今她被张明强奸 她以为丈夫会指责她的不是 谁知丈夫却安慰她不要害怕 还陪着她报了警 蔡秦和张明吃完晚饭 准备收拾碗筷时 突然有人敲门 蔡霞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她觉得如果不是赵小婷的丈夫来闹事 就是警察 果不其然 打开门就看到两个警察 他们接到赵小婷的报警 张明涉嫌强奸罪 他们要将张明带走调查 张明并不承认这件事 反而说赵小婷主动进她的卧室诱 或她 她半推半就 才和赵小婷在一起 赵小婷身上并没有任何伤痕 一时间两人说辞不一致 警察也陷入疑惑 警察决定继续询问赵小婷 希望她提供更多的细节 以此证明她确实被张明强奸 可赵小婷性格软弱 腼腆又害羞 在警察的询问下 她羞于其耻 精神有些失控 警察将赵小婷送到医院治疗 赵小婷被确诊为分离障碍 这种病和创伤事件有关 鉴定机关认为 赵小婷之前并没有这种情况 如今突然这样 和被强暴有因果关系 张明被拘留在派出所 蔡霞担心张明被判刑 她以为只要说服赵小婷 不再追究这件事 张明就能无罪释放 便买了东西去看望赵小婷 当时赵小婷正在住院 赵小婷的丈夫在一旁照顾她 赵小婷的丈夫听到蔡霞的话后 十分生气 赵小婷被张明强奸了 蔡霞不仅不恨张明 还为张明求情 赵小婷的丈夫觉得蔡霞和张明一样可耻 她心里疑惑 便将蔡霞说的话做得是告诉了警察 她觉得蔡霞和赵小婷 被强奸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当时张明具不承认自己犯罪 警方只好从蔡霞身上寻找突破口 很快 他们就发现 发现蔡霞那天的行为有些异常 对蔡霞进行传唤 蔡霞心里害怕 警察开口询问后 她将事情一五一时地说了出来 张明知道蔡霞说出实情 只能认罪 张明和蔡霞都被关进了看守所 等待法律的制裁 谁知一个月后 张明突发脑溢血死亡 蔡霞被取保候审 给张明办完了后事 之后警方将案件一致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等待蔡霞的自然是法律的制裁 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 使用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或者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由于蔡霞给丈夫张明充当帮凶 邀请终点工赵小婷到自家卧室聊天休息 才被被张明侵害 蔡霞为张明实施侵犯创造便利条件 构成共同犯罪 依法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蔡霞入狱后 他儿子的婚事也泡烫了 张明去世 蔡霞坐了牢 女方的父母觉得女儿摊上这样的公婆太丢人 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蔡霞的儿子知道自己家出了丑事 也没有颜面挽回这件事 只能同意女方毁婚 赵小婷虽然精神失常 不过在医生的治疗和丈夫的耐心陪伴下 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如今赵小婷的丈夫在上班的地方 也给赵小婷找了一份工作 夫妻俩每天一起上下班 闲暇暇时去附近游玩散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